射闲制造12.36吨冰毒 被称为全球头号毒王的广东浦宁人陈炳熙 2005年3月23日上午在广州市中级法院受审 陈炳熙在庭上推翻了之前的所有供述 并欲为其妻子陈宝玉洗清所有罪控 他被控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 骗取出境证件和偷越国境三项罪名 上午9时26分 该案在广州中院第二法庭开庭 碗头白发、神态自若的陈炳熙第一个走下来 其老婆陈宝玉则最后一个出现 约十分钟后 九名被告齐齐坐上被告席 陈宝玉正好坐在丈夫身后 陈炳熙是匆匆回头看了一眼 当法官核实被告人身份问到陈宝玉时 他扭头朝公诉人席位张望 此时一青年男子用朝善方言将法官的问话 转述给陈宝玉 再将其回答用普通话告诉法庭 原来这名男子是法庭专门为没有文化 听不懂普通话的陈宝玉配备的专职翻译 这种情况在审判中不太多见 庭审过程也因此变得很是缓慢 因为不仅法官、检察官和实名辩护律师 都要一一询问 而这些话又要经过翻译代为询问 在陈宝玉回答后 翻译又要用普通话说给法庭听 因此庭审中经常出现检察官这样询问 你那指翻译 问他是陈宝玉 我有一见 那全部不是事实 当公诉人宣读完起诉书后 陈炳熙立即表示 对所控罪名不能接受 认为起诉书所指控的 1998年中秋节前后 与毒贩张启生的两宗交易 自己都不知情 而其中一宗正是震惊海内外的 当时世界上最大的一宗冰毒案 陈炳熙在庭上自称 两批货全都是张启生 委托他找仓库代为卸货保管 被公安机关查获后 才知道是毒品 另一方面 陈炳熙被人冠以大毒销的名号 源于他曾与公安部 A级通缉犯刘昭华同时制造毒品 而陈炳熙在庭审中 坚持把自己描述成一个 一直被人蒙蔽的无知者 声称直到12.08吨被公安机关查获 他才知道这些人的制犯毒勾当 陈炳熙提高音量 向法官提出要求 刘昭华不是抓到了吗 你们把他带来和我当面对质 滔滔不绝 为自己辩护的陈炳熙 情绪突然激动起来 他将话锋一转 谈到自己妻子陈炳熙 此案中 陈炳熙被控帮助陈炳熙 转移毒资 并与陈共同非法越境 陈炳熙为妻子开脱了所有罪控 他说陈炳熙与男人们做的事 毫无关系 毫不知情 她只是个农村妇女 没有文化 啥也不懂 最为滑稽的是 有一律师问 你为什么认为你老夫不懂事 陈炳熙似乎有些急了 那还用说 你要是叫一只鸡来 看他懂不懂什么是毒品 这番令人啼笑皆非的话 顿时被法官所打断 随后 出庭的陈宝玉 也是一问三不知 他借助潮州话翻译辩解说 老公告诉做什么就做什么 出逃那天也不知道陈炳熙把自己带到哪里 甚至在自己想念儿子想要回家时 还遭到了陈炳熙的拒绝 听审的最后 陈炳熙 否认了起诉书的所有指控 以及自己在侦察机关的所有口供 面对你的供述 到底以哪天的为准这一问题 陈炳熙 陈思数秒钟 低头回答说 以我在法庭上的为准 量毒销制冰毒12.36吨 市值55亿美元 相当于1998年 全世界查获冰毒的总和 1999年11月4日 警方在跟踪谭小林团伙 贩运一批海洛因的过程中 发现谭小林的一批毒品海洛因 从境外运至广州市某地的一个仓库存放 在查处行动中 除属于谭小林的119.2公斤海洛因外 专案组民警意外发现了 仓库里还存放有11.08吨的高纯度冰毒 通过对现场抓获的犯罪嫌疑人的审讯 警方又在广东普宁缴获冰毒1.28吨 致使这一案的冰毒数量高达12.36吨 这相当于1998年 全世界查获冰毒的总和 如果卖到美国 市值55亿美元 据警方后来查明 这些冰毒都是陈炳熙和刘昭华指使罗建光 江炳新 纪文成 纪文生等人在宁夏银川市 一家农药厂内通过化学合成制造 并由罗建光从银川市运回广州市和浦宁市销售 最开始的时候 陈炳熙的毒品生意主要是贩卖海洛因 1998年前后 从福建福安潜逃的大毒贩刘昭华来到浦宁 流出技术 陈出钱 在刘沙镇开了一家冰毒厂 地址就选在陈的同乡兄弟 陈俊三名下的一家手带厂内 厂外则是村民的鱼塘 在生产了几百公斤冰毒后 由于污水将村民养的鱼毒死 两人匆匆将设备转移到宁夏银川一家农药厂内 随后在1999年1月至10月 短短10个月内生产出了至少12.36吨冰毒 1999年11月 陈炳熙和其老婆先是从广西逃窜到越南 随后又流往泰国 早在1996年至2000年 陈炳熙将自己的两个儿子虚构成陈中仁的亲生儿子 取得了香港特别行政区永久性居民资格 案发后被带到香港居住 据悉2003年在泰国的陈炳熙联系陈骏三 让其汇1200万元给自己 一直处在警方监视之中的陈骏三 由此无意中暴露了陈炳熙的行踪 泰国警方在泰国一家潮汕菜馆里把正在吃家乡菜的陈炳熙抓获 并于2003年11月4日移交给广东省公安机关 2004年7月13日 广州市人民检察院以陈炳熙陈宝玉夫妇涉嫌制造贩卖毒品罪 向广州市中级法院提起公诉 同案的还有其手下马仔 庄永生 庄汉清 罗文贺 罗文生 陈继雄 陈仁忠 陈俊三等7人 据记者了解 在9名被告人中 庄汉清在1995年贩卖毒品罪 被广东省高级法院判处死刑缓期 而罗文生也因同样的罪名被江西九江法院判处无期徒刑 这次受审是直接从索福刑的监狱中提过来的 陈炳熙在其家乡广东省浦宁市 刘沙镇一直被当作教育小孩吃苦耐劳发家致富的榜 甚至当地政府也有人认为 陈是一个靠勤劳从社会底层走向成功的商人 直到陈炳熙制毒贩毒败露后 不少熟悉他的父老乡亲都不敢相信 这个平日乐善好施 不摆架子平易近人的陈炳熙 竟然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大毒枭 前日时报记者来到陈炳熙的家乡 探访陈炳熙是怎样走上这条罪恶之路的 陈炳熙的家乡位于广东省浦宁市流沙镇赤水村 该村离浦宁市区不到一公里路程 商贸繁荣 据赤水村村干部介绍 该村有人口1.2万多 是流沙镇的大村 陈炳熙就在该村新书寨自然村出生 并在那里生活了将近20年 在陈炳熙没发迹前 他和父母居住在他家的祖屋 陈家的祖屋有一百多年历史 陈炳熙的父母是厚到本分的农民 陈家原来虽然穷 但陈炳熙那时十分懂事 吃苦耐劳 喜欢帮助别人 赤水村老年会会长陈让顺阿伯 说起陈炳熙连连摇头连声说 嘿 真是太可惜了 陈阿伯惋惜的说 那么穷他都过来了 为什么不继续做他的合法生意呢 陈阿伯告诉记者 陈炳熙发迹前 的确是一个吃苦耐劳 助人为乐的好青年 我记得在他十八岁的那年夏天 我在田里耕田爬坏了 他见到后就带着自己的爬来为我爬田 一直忙到下午一点才回家吃饭 陈炳熙很吃苦耐劳 要不是走上了制毒贩毒的路 我相信他的人生会很圆满 与陈炳熙做过小学同学的一个村民 告诉记者 陈炳熙小学成绩虽然不是很好 但他还是很勤奋 学习完后会像女孩子那样 帮助家里打猪草做家务 后来他因为家里穷也没有再上学 为了帮家里 他每天凌晨四点就起床 骑单车九十公里 犯鸭子来流沙街道上卖 与他交往十多年的村民 没有发现其一丝马脚 陈炳熙真正摆脱贫穷 应该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 当时他和别人合伙 经营了一个服装厂 因为陈头脑灵活 赚了不少钱 后来生意越做越大 接着又开了一个计车长等 与陈同龄的赤水村村民称 起初陈炳熙做的是合法生意 但后来是什么时候开始参与贩毒制毒 就不太清楚了 该村村民说 陈真正发迹和辉煌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 也就是在那个时候 有人隐隐约约发现 他在做违法犯罪的毒品生意 赤水村村民陈国刚成 陈炳熙是一个城府极深的人 他在做违法犯罪生意的同时还在行善 老年协会老会长陈让顺阿伯介绍 从1997年到2002年期间 陈炳熙为村里出大额资金 修筑了好几条水泥路 并带头出资为陈氏祖墓进行了维修 赤水村村干部称 陈在没有东窗事发前 还捐助了23万元修建赤水学校 曾经在陈服装厂跑业务的村民陈波告诉记者 说实话 如果不是他制毒暴露 我一直还认为他是一个值得人尊敬的人 甚至我还教育小孩把他当做榜样 与他交往十多年 他居然没有路易斯马脚 村民说可惜他太自负了 在赤水村采访期间 村民们对陈炳熙都感到十分惋惜 都是贪念让他走上了不归路啊 老年会陈阿伯分析 陈炳熙穷怕了 因为赚到一笔钱后 觉得这钱来的还是太辛苦 就想着快一点发达的致富路 导致他走上了不归路 如果他老老实实做合法生意 老老实实做事 他的人生轨迹应该是一个很圆满的人生 可惜他迷失了方向 他太自负了 不仅害了自己 也害了亲人和家庭 眼前祖屋院落 亦是一片荒芜堆满垃圾 从赤水村老年会到陈炳熙家的祖屋不到200米 陈让顺阿伯领着记者穿过一条不到100米的水泥小巷 小巷两旁全是老房子 村里大部分人都搬出去住了 现在都是些外来人员在这里租住 包括陈的祖屋 陈阿伯边走边告诉记者 来到陈家祖屋 门上了锁 透过门缝 记者看到前面有一个院子 院子里一片荒芜 墙间还能见到树丛杂草 里面堆满了酒瓶和各种垃圾物品 陈阿伯说 陈家祖屋有百多年历史 陈就在这里出生并长到20岁 直至他后来发迹 买了房子才搬走 现在他家的祖屋被一个河南人租了 记者看到祖屋旁是陈氏祖辞 祖辞里香烟鸟鸟鸟 祖屋前有一个池塘 池塘里漂浮着各种污染物 据赤水村一些村民介绍 在制毒贩毒败露后 陈在转移毒品和潜逃泰国的前妻 还悄悄来过看着祖屋 并在祖屋的神龛前败过三拜 然后连夜出逃 赤水学校是一个环境优美的中小学校 校门气派 校园内花草遍地 带领记者参观校园的老师告诉记者 该校占地四十六亩 于1997年开始动工 2000年落成 由来自马来西亚 香港等地 普宁华侨同胞捐助助资 其中捐助15万元以上的 可以同时在学校里 挂自己和亲人照片三幅 表示永远被铭记 陈炳熙当时捐助了23万元 因此他和他妻子陈宝玉 及岳父的照片 都挂在校内的陈烈士 在该校陈烈士 陈炳熙的照片 仍然挂在大厅里 他和他妻子 及岳父的照片 挂在最下面一排 从照片上看 当时的陈很鹦鹉 不知道他捐的这些钱 是不是靠制造毒品弄来的 一名老师尴尬的说 不知道学校董事会 是否要撤掉他和他妻子的照片 在流沙镇赤水村街道一角落 是陈炳熙曾经与人合伙办的服装厂 该服装厂大概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办的 当时他资金不够便与人合伙办 那时陈炳熙起早摸黑 拼了命的去看 正是靠着吃苦耐劳的精神 他赚了钱 村民说 如果他不沾上毒品 不鬼迷心窍 他的前途会很圆满的 听众朋友 今天的故事就为您播讲到这里了 感谢您的收听 感谢您的收听